今日话题由奔赴暂时播出 请上painforce.com发现更多葡萄酒加妙 奔赴欲见不凡 请理性饮酒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民主主持的今日话题 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 这个注定是政治比较动荡的一年 原因就是全美国现在这个整个的社会 是属于一个分裂的状态 两党的选民几乎都对现在的现状不满 同时他们又对自己所面对的两位总统候选人 也不是很满意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有很多的变数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就稍微的来分析一下 就是说有哪些比较重要的因素 可能会对今年的大选产生一些影响 如果你迷信的话 你还会注意到2024年是一个日年 就是2月有29天 那今天咱们就不从这展开了 但是一直有些说法对不对 说是入年什么有不利啊什么之类的 这咱们不鼓吹这些东西 只是提醒大家一下 今年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这一次的选举呢 可不是美国的问题啊 这个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一个选举 这个里面呢各种各样的变数 居然这个选举的时候有一个名列前茅的候选人 接下来要被审判的 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是不是 有这事 还有关于候选人的背景啊 贪污啊 年龄啊等等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事 同时呢 这是一个 是不是夏季奥运会年啊 对 对不对 尽管不是在美国啊 但是呢 他是又赶上了这个事 就是热闹了 今年 那我们从谁说起呢 我们从Nikki Haley开始说起 因为他在共和党内呢 他的势图还挺强劲的 钱也不少 而且呢 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他看到好像还有点靠中间一点啊 不是那么偏激啊等等 但是 你就看一看这个选举 是多么的不可测 在一次市政会议上的一个问题的回答 嗯 光当的一下 跌了个头破血流 我想起当年奥巴马和罗姆尼选民的时候 其实Romney挺好的势头 嗯 就是被一个服务员 在一个募款会上偷偷的 录了一句话 47%的美国人不交税 就这一句话 光当一下那个秩序率 就滑下来了 而Nikki Haley不是偷录的 这个是全世界 全美国都看见的 电视转播的 就人家问了他一个问题 我知道这个问题 问他问题的那个人 是故意的 当然 他是知道 什么叫故意的 我知道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 但是我想让你说说吧 嗯 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请问 美国内战的原因是什么 这在美国可能小学四五年级 就这不解放黑奴吗 这不还用半秒钟吗 这Nikki Haley一愣 然后你知道他说了一句非常傻的话 你觉得是什么 你觉得导致美国内战的原因是什么 这人说 我不是在选总统啊 是你在选总统啊 我们想听听 你就告诉我 美国内战的原因是什么 有这么难吗 这个时候这个结结巴巴啊 然后Nikki Haley就好像来调整了一下啊 这个说了一个前言 不得不明其妙的一句话 他就说 这个呢 主要是啊 就是政府的和自由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政府呢 是 他有权力 但是民众也有权力 就是民众的权力 不能跟 就是政府不能让民众干什么就干什么 民众要自己的这什么呀 这说的意思 然后 他就想避免说这个种族的问题嘛 奴隶制 这三个字他就打死不说 就这么一个简单 那么我们现在 事后啊 完了以后 这个事全国都已经报道了 哗哗哗的一下 哎呦 处于被动 赶紧忙不迭的 这事后再说 这个晚了 对 事后 对不起 对不起 是奴隶制导致的 但是其实我们的问题这个 他怕什么 你说了奴隶制就怎么了 非常简单 如果你说了奴隶制的时候 你就会失去一些支持者 就这么简单 那你失去的是谁呀 你失去的就是支持奴隶制的人 不就这样吗 在美国 18几年的时候 美国南北战争 1860吧 对不对 南北战争 这一百多少 一百六十多年过去了 你怕 就是到现在的美国 有人支持奴隶制 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DeSantis 也是在选总统 他居然说这么一话 说奴隶制也不一定是坏处 因为毕竟黑人学到很多技能 这个咱们以前也 这都是什么话呀 你知道吗 对 这个确实 尤其 尼克亦利他在南卡州担任过州长 南卡州那地方是奴隶制的 恨不得是大本营 对不对 在那儿有很多 到现在为止还支持邦连的一些人 还打着邦连旗帜的一些人 南部的 保守的势力不能小区 这个白人之上的势力是不能小区的 好了 那尼克亦利他又为什么会说一下呢 是因为他现在在共和党的这个面这个里边呢 候选人里边呢 他是除了川普之外的现在是领跑的人了 恨不得是第二名吧 所以尤其是在新汉浦下州和南卡州这两个地方呢 他的民调的支持率居然上升到30%以上了 这个呢就 你说是重要呢 说实话也不是那么重要 原因就是他即使拿下这两个州 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对中国 但是从时间上讲呢 这两个州的这个共和党初选呢 就马上就开始了 还有几个星期就开始了 所以就拉响了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初选 这个党内初选的这个帷幕 所以呢就看他在这两个州的表现情况怎么样 但是这一个事没关系 但是接下来比如说三月份的时候 这个在共和党的民调当中 遥遥领先的前总统川普 要面对好几个官司 而这些官司在今年的什么 三月份五月份 劈里啪啦的都要开始停审了 那停审后面的结果到底怎么样 不知道没人知道 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裁决来 一个人被起诉 跟在停审以后被定罪 然后定罪以后上诉 肯定是要提出上诉的 上诉如果要是提前紧急的做这个上诉的话 被关到监狱里头去 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那是肯定的 对吧 对所以为什么说2024 为什么比较热闹 但是这个热闹有的时候是看着有娱乐 有的时候未必啊 有的时候它那个结果会是非常糟糕的 如果国家非常混乱的话 那对于整个的民生啊 对于我们甚至人际关系啊什么 都会有很大的杀伤 而关键就是在2024年呢 就凸显了美国的叫做投票群 什么叫投票群呢 就是我们把这些人呢 稍微归归类 有一种呢叫什么摇摆的选民 我今天投这个明天投那个 我是个登记的民主党选民 但是我想投共和党 我是个登记的共和党选民 我因为什么原因我想投民主党 这些群包括比如说随便说一个叫足球妈妈 什么叫足球妈妈呢 就是带着孩子去读足球的这些人 他们关心什么 他们想投什么样的政客出来 还有一种叫什么 叫涉案妈妈 这治安这么乱 对不对 我这孩子以后生活在一个很乱的国家 谁打击犯罪 我投击谁 我投谁 我不管什么堕胎不堕胎 这些乱七八糟问题 所以这就是叫做涉案妈妈 那还有一种叫做Reagan Democrats 什么叫做Reagan Democrats 就是我是个民主党人 但是如果你是个共和党 你是Reagan总统的那个路子 我投你 我喜欢你这种 还有这样的 还有一种叫做白人攻心阶层 太多了 这么说 还有一个更大的一群 特别至关重要的 叫做年轻选民 这个呢 在下礼拜的时候 我们找机会 专门要讲一集这些东西 这个是特别值得我们分析的 那稍等一会儿呢 我们再看看2024年 总统大选的几个看点 今日话题由奔赴赞助播出 请上Penforce.com 发现更多葡萄酒加妙 奔赴欲见不凡 请理性饮酒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呢 是2024年10月份的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它可能会 就是 有几个因素吧 可能会对这个大选的结果呢 产生一些影响 刚才说了 几个问题 Nikki Haley的表现到底会不会 它有一个叠加的效应 就是如果一个因素不起作用 那么两三个因素一连串的发挥起来呢 叠加起来呢 可能大概就会造成一些 现在我们所想象不到的 这个影响 至少是一个指标性的作用 然后就是这个川普 在今年一连串的几个这个官司呢 大概都要开庭 这个呢 也可能会对 选举造成影响 当然也可能不会 原因就是说 在这个共和党的初选当中 大概在 四五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尘埃落定了 他得到了 逐落的票数以后 就变成 共和党提名人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你的这个竞选 就是那个法庭的裁决结果 对他就影响不大 那么第三个就是 刚才所说的 这个摇摆州的这些选民 和摇摆的选民 一般来说 过去五十年呢 左右这个最终选举结果的 就是刚才中勋所说的 什么足球妈妈呀 什么雷根民主党人 那反正就是 什么安全妈妈等等 这些或者说是 白人的郊区的 这些工薪阶级啊等等 他们 尽管票数并不是最多 但是呢 他们就左右了 这个最后的总统的大选 但是今年的情况 和以前不一样了 今年的摇摆的选票 关键的选票呢 居然是年轻人 而且在这个年轻选民当中呢 最主要的势力 是少数族裔的 黑人的和西语裔的 所以现在 民政党和共和党呢 都在打这群人的主意 都在向这些族群和 这个选民呢 等于是示好 看看能不能够 拉到他们的选票 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在八年之前 当川普第一次选总统的时候 他当时是非常强势的 把那个Univision 那个西域的那个 电台的新闻记者啊 采访记者啊 轰出他的那个竞选的这个机会 说我不接受你们的采访 而且你也别报道我的 就是在那个记者会上呢 两人吵起来了 吵起来了 他就把人轰出去了 这个墨西哥电视台的 那个记者就问 说了一个问题 因为他说非法移民 非法移民 就川普一直说非法移民 非法移民 这个英文是illegal 现在不让用了嘛 现在什么undocument 什么是这种 那么这一个记者就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非法的 没有一个人是非法的 你不能用这样的一个词 然后川普就 他保安就把他给轰出去了 那现在呢 对 现在独家接受 Univision的这个电视台的采访 所以这就是 顺便说一下 那个undocumented 这个无证移民 现在也居然也开始不用了 现在我发现 他在用一个叫 immigrant 居然用一个叫做 migrant migrant 对 用一个叫做 移民 完全就不用其他的 前面的这个 冠词 前面的这个形容词 就不用了 所以这个 这个逐渐的 你看 这也是反映出一种 文化 反映出一种 这个正确 或者用词方面 尽量不得罪 任何一个族群的 这样的一个趋势吧 对 顺便说一下 就是 我们知道在任何的选举当中 不投票 就是投票 请坚决的记录这一个帖的真理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在各种各样的民调当中显示 有投票资格的选民 有20% 是坚决不喜欢拜登和川普的 就这两个人我都不喜欢 我不是说我喜欢他这一点 他当然那一点还可以 他就是不行 这20% 这两个人我讨厌 所以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人很可能他不去投票 因为这两个人都讨厌嘛 对不对 我干什么 把票投给一个我讨厌的人 那么这时候咱们就算一算了 是民主党里面这些人多 还是过了很多 对不对 不投票 你比如再说加州 大家都知道 加州我不投了 加州是个民主党的州 你说 假如我是一个共和党人 我加州投 我这票投也没用 等等 于是我就不投了 你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吗 这个结果是一个巨大的杀伤力 因为你巩固了这个印象 因为你越巩固这个印象 他就越不投 实际上 假如我们设想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加州的民主党呢 比如说对拜登的一些政策 表示不太待见 对不对 民主党的投票的人少了点 比如说 然后共和党发动起来 全部的这么一个投票 结果到最后 比如说还是败下来 但是比如说微弱等等 这个结果和大量的共和党 一看这个地方 我投票没什么用 我就不投了 结果大比分 那以后他更不投了 对不对 我这等于是 在大海里扔一滴水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很多重大的问题上 不投票就是投票 在谈这个选举的时候 我们还是相信 作为有这个资格的选民 我们还是应该去投票 因为接下来还不光是总统副总统 还有各种乱七八糟 什么法案啊 地方一级的 所以请大家 还是积极参与美国政治 因为接下来 今日话题会不停地 给你敲这个警钟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了解 再见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